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呢冬天还可以滑冰 关键它还有很多就是它没有奢侈品 但是有什么像大家要买的lululemon啊 这些东西都是有的 然后地理位置呢它是在405和5号的交界处 当我没来看这个盘之前呢 有客人问到我 我自己的意见是觉得它离高速有点近 所以我想亲自来听一听 对 然后听了很久了 对 刚刚我刻意在房里头静静的听 然后到门口再听 听了好几遍 对 然后但是我们最后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噪音的事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房子的基本状况 这个房子的地税很低 它加上所有的卖罗路财 中国税率是1.20 大家就在这个区间 然后物业费是210亿一个月 然后它是一个带门卫 就是铁门社区 这些都是好的地方 然后它的价格从100万开始往上 对对 因为Bassarona这个社区 它的地税应该是1.08 再加上每年它有1700的卖罗路 所以总共才1.2真的不高 而且它一个gated的一个社区 我觉得也挺好的 还有游泳池还有什么的 我觉得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然后呢我们先带大家看看房子 看房过程中我们再回来 回来你再慢慢挑 我们再inflation一下 这个房子优点缺点在哪里 然后跟大家实时分享 那我们先去看看房子 我们今天大家看两个户型 一个是四户型 一个是五户型 因为它一二三都卖完了 对对对 一二三已经全部买完了 然后现在release出来的是四户型三房 五户型是四房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好的 哈喽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巴塞罗纳的四户型 这个四户型是一个三房的设计 我们现在走进去 好我们现在走进来 往里去看 我们先看到右手边呢 就是厨房 早餐台 跟餐厅 在餐厅旁边呢 就是这个房子的客厅 客厅跟餐厅厨房 连通着院子 如果打开院子的门 显得这个房子很空旷 还不错 因为它只有1800尺 所以开着门这样 看到院子显得房子面积比较大 我们现在出去看一下院子 现在在售的呢 这个房子是1800尺 占地是2900和3000的 所以院子呢 和样板间的院子 应该是差不多的 这个房子的设计 因为它是一个拐角形的 敞开的设计 所以房子虽然不是很大 但是显得空间感非常好 我们从一级门的右手边上二楼 我们来到二楼呢 首先二楼左手边是一个loft 这个loft是一个option 它是一个三房 如果把它变成一个loft以后呢 这就是两房的 如果想要三房 就没有这个loft 在一上楼的右手边 往右转就是主卧 我们去主卧看一下 主卧里面进去就是卫生间 两个洗漱台 干湿分离的浴室 里面是衣橱 主卧呢 在一上来的右手边 那我们从主卧出来呢 对面就是一个洗衣房 我们看一下 洗衣房的对面呢 是客用的卫生间 是客卧的卫生间跟淋浴 从客用的卫生间出来 我们到了楼上的第二个卧室 在我们看完这个四户型的时候呢 我们在一进门的玄关看一下 一进门 它是一个玄关 但这个玄关呢 不是挑高的 是要走一段 然后到楼梯里面 才有一个挑高 然后一进门的右手边 是一个客用的卫生间 我们这样可以对比五户型 因为五户型一进门 和这个四户型是有些区别的 我们看完了四户型呢 我们看下五户型 五户型现在没有现房 现房在卖的是四户型 五户型呢 是一个四房的 但是五户型呢 销售人员说 五户型全部都是这样的位置 就是它会临小区的这个街道 所有的五户型都是临街的 我们看一下五户型的外观 它的车库呢 在侧面 然后正面是一进门的地方 我们从正面进去 看一下这个是正门 五户型的特点呢 是一进来就是客厅 就是门直接对着客厅 它跟四户型的区别是 它的客厅是一个跳高 我们看一下 客厅旁边呢 也是一个L型的设计连接院子 这边呢 是餐厅 早餐台 跟厨房 然后我们从餐厅去院子看一下 五户型的院子呢 也不是很大 但是呢足够用 而且它是L型的设计 显着整个房间 整个客厅的使用空间比较大 视觉上的效果比较好 一楼我们开完了客厅 我们往左转 可以来到一楼的一个卧室 首先是一个卧室的卫生间和淋浴 这也是一楼客厅共用的 进来以后是一个卧室 它的样板间是一个 它的样板间是一个工作间 但是这是一间真正的卧室 我们从一楼的卧室出来 在门口的左手边 卧室的右手边就可以上二楼 是二楼的楼梯 我们上到二楼呢 它有个小小的这个桥廊设计 可以俯瞰一楼 非常像什么呢 像Ocho Hill Urban Company 做的Revola 那个带风景的房子 但是这个家小版 首先我们进去 就可以看到主卧 我们去主卧看一下 主卧旁边呢就是衣橱 衣橱的这边呢 主卧对着的就是一个主卧的 卫生间跟淋浴 两个洗手台 浴缸 它浴缸跟淋浴是对着的 这种淋浴设计比较省空间 公主我出来 在楼梯的左手边 就是另外三个客卧 因为它是四房的 它二楼没有loft 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洗衣房 洗衣房后面呢 是一个卧室 卧室对面呢 是这两个客卧 共用的卫生间 从这个卫生间的后面 是第二个客卧 床上摆了一个 谢谢的法语 同样的 因为这期我们是五户型 跟四户型一起拍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是我现在在那一进门的位置 四户型的有个玄关 五户型没有 它就直接来到了是客厅 大家看看 这样的话 大家更有利于跟四户型做比较 客厅是一个挑高的 五户型的客厅不是挑高的 嗨 我们看完了四户型跟五户型 然后呢 我觉得说 现在我们还是一样 就像我们俩给大家说一说 优点跟缺点嘛 那我先说说优点 因为你比较喜欢的 我还好 所以它的优点呢 就是第一 它地理位置好 然后它在Spectrum Center边上 买什么东西都方便 吃饭也方便 然后呢 它的学区呢 有两个选择 两个都是不错的高中 对 有选 一个是University High 一个是普通老 High市 对吧 然后 第三呢 它是铁门社区 然后小区里面的泳池啊 什么批套设施啊 都还蛮健全的 这是它优点 然后性价比 就是说它是100万新房里头 算很划算的一个房子 因为二班 你在其他区域的话 买一个地税这么低的房子 100万一般买不到 对 是 这个是 就像小胖说的 我觉得小胖说的都对 我没有不喜欢 我也不否认 它地理位置非常好 它在405跟5号的交界 它挨着Spectrum 关键是它有我最喜欢的 Holeful超市在旁边 就在小区对面 然后呢 它也是一个gated社区 然后又很安全 就是麻醉虽小五脏俱全的这么感觉给我 但是大家知道因为我比较peaky 然后那我一定会找到它的缺点 因为比如说100万对我来讲选择就比较多 如果你问我要不要选择这里呢 我可能会想一想 我没有说不选 为什么呢 我有我几的原因 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在选择这个房子的时候 因为不同人群喜欢的房子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觉得您比较喜欢小巧的 然后要我们说那些东西 一定要有铁门的 安全的 购物方便的 这里非常值得选 但是如果对于我来讲 我觉得我可以开车 我可能我觉得耳湾很安全了 我不需要什么铁门 那可能就 可能不太适合我 为什么呢 因为它地理位置是非常好 405和5号 但是我真的听 就我就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 我都可以听到高速这种卡车的那种鸣笛声 我觉得 因为这个这个房子只有开开 就是这面墙才漂亮 如果关上就会有点局促 那开开以后就会听到外面的声音 对 主要它这个小区它不大 然后它四面都是有路的 对 所以它只有中间大概有个20户 是不零外面的抢接的 对 所以它会有些造型 对 这个是我的一个concern 然后第二concern呢 就是你说的就是两个high school 对吧 一个Portola high 一个university high 当然了 我们从10年初就在耳湾 就是混迹耳湾的 那我太知道耳湾哪里的高中好 那肯定是Noswood high 跟university high最好 对 就像很多人买到 比如说之前买到现在尔湾高中 urban high的 比如woodbridge的房子 之前它也属于Noswood high 但是因为就是新房建太多了 它被分出去了 那是不是这一块之前属于university high 现在新房建太多了 而且它离university还蛮远的 开去到20分钟 那它是不是就会被分到Portola 也有可能是那个university人太多了 没办法 对啊 供应不了了 对到Portola 对 但是它分到Portola呢 Portola现在 它只有7分 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上公立的 就要好好想一想 如果上私立的就OK 还有一个 我觉得也要看孩子的学习成绩 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客人 他住的woodbury 他是Erwin high的 他人家也申请university high 也进去了 因为人家孩子就是 德智体北劳全面发展 所以也是比较不错的 我觉得就是看大家的足球了 对 然后呢 剩下我觉得设计上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觉得设计上很好 因为它很会利用空间 唯一呢 就是我喜欢二楼一个loft 因为这样的话会很方便 像这个户型二楼就都是四房 然后呢 如果是四户型呢 它如果我 我要那个loft就变成两房 没有房了 对对对 如果我不要loft就是三房 那好了那这就是我想今天为大家盘点的 这种一个Basarona社区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 这个也 因为人家卖的也很好 因为一二三五一全卖掉了 所以也是有很多人喜欢的 我觉得非常适合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夫妻来选择 对吧 没错 那好吧那今天跟大家叨唠了这么多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就点击订阅关注 打开小铃铛 对对对 我们会拍更多更好的视频给大家 而且我们还会就是进一步的研究我们的视频 希望给大家做得更有意思 那好再见拜拜